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末日题材电影 讲述外星人入侵地球 人类只得躲进地下生存的电影 百日孤独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某天,一种名为无双的外星生物入侵地球 和人类展开了数次大战 57年后,人类战败 95%的人类被杀害 幸存的人类只好躲进地下避难所 并建立防御圈来抵抗无双的入侵 同时,为了守住这最后一道防线 人类训练了一只特殊观察兵 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被派往地表的哨塔 监视是否有无双侵入 我们的男主萨姆就是观察兵的一员 他将前往地狱犬哨塔 在那里独自看守一百天 一百天之后 就会有新的观察兵前来接替他 当他到达之后 发现这里冷冷清清 气氛阴森诡异 更奇怪的是 居然没有守卫前来与他对接 他摘下头盔露出雪白的头发和异样的瞳孔 这都是在地下待久了的原因 稍作休整 萨姆用DNA取得了哨塔的控制权 并联系到了上司 向他汇报了没有守卫与他交接的情况 上司告诉他 上一任守卫因为生病已经被提前调走 随后萨姆整理了自己休息的地方 然后了解了四周的情况 无聊的时候就会抽一支香烟 然后看着寂静的夜色发呆 第二天他被人工智能叫醒 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 可偌大的森林看不到一只活物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在这样的环境下 孤独如影随形 他每天吃着浆糊状的营养菜 每隔12小时汇报哨塔情况 然后睡觉休息 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工作 只得借助香烟来减清内心的寂寞 第13天 他在这里发现了一只老鼠 这么多天来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活物 显得异常兴奋 但老鼠并不想和他作伴 趁机偷偷溜走 这时广播里传来一则通知 无双袭击了一处哨所 里面的人无一幸免 对于从小生活在地下的萨姆 他从未见过无双 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这种未知的恐惧 更能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线 第29天 他正在吃饭时 又看到了那只老鼠 他给他喂食 还和他亲切互动 这时地区摄像头出现了故障 他穿戴好衣服 来到了故障区域修好了摄像头 突然周围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他搜寻一番后 发现了钉在树上的乌鸦 以及一枚士兵的名牌 上面写着 瓦克斯七号 似乎是前任首位的名字 萨姆怀疑是无双所为 于是向上司汇报了这个情况 但上司回复他 没有接到无双入侵的警报 让萨姆不要多想 这种极其敷衍的态度 让他感到有些不对劲 随后 他又在墙壁上发现了一滩血迹 他将铁架子挪开 再坐在凳子上 血迹似乎是自杀留下来的 这时他看见了旁边有一个监控探头 回到控制室 他试图打开前任首位的监控日志 却被系统拒绝访问 为此他来到了前任首位的宿舍 敲开物品柜后 在里面发现了一本日记 以及一台队讲机 从日记本上显示 距离哨塔不远处 还有另一座哨塔 他打算前去看看 找人聊聊天 结果遭到了一阵电击 原来每个士兵的腿部都被植入了芯片 来保证他们不会踏出自己工作的区域 萨姆爬上树 试图用镜子与邻居联系 但那座哨塔毫无动静 回到控制室又遭遇断电 而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可怕的影子 吓得萨姆举枪查看 但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来到哨塔外面 发射了照明弹 却只看到一窝小鸟 这时哨塔的宫殿恢复正常 他立即将断电和哨塔出现可怕影子的事 汇报给了上司 但得到的只是继续监视的命令 还声称会派技术员前来检查系统断电的原因 至于影子的事 上司只字未提 第40天 萨姆已经和老鼠成为了好朋友 并给他取名为查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 而那台对讲机居然传来了邻居的声音 他也在询问前任守卫的下落 还没来得及多说 无线电信号突然中断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重复着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 一天 他在巡逻过程中 发现了一对流浪的母子 对方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逃跑 似乎很惧怕萨姆 这更加剧了他心中的疑惑 而这些事情憋在心里久了 只能和查克诉说 这时 他又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声音 搜寻一番后 发现是一头鹿 干掉他后 这是他这么多天以来 第一次吃婚 回去的路上 因为忘记拿头盔 周围定时排放出 驱逐无双的毒气 萨姆因毒气侵入体内 一头晕倒下去 恍惚间 他看到一只怪物 正在不远处 等他醒来时 自己却在哨塔下面 夜晚 拍了检查系统的技术员 终于上门 萨姆给他播放之前 身后出现影子的录像 技术员告诉他 影像在转换时 就会出现重叠的现象 所以让他不要打尽小怪 技术员在检查系统时 查克爬到了他的身边 可对方讨厌老鼠 直接排飞了查克 萨姆握着好朋友的尸体 终于崩溃了 他举起枪 威胁技术员 让他说出查看系统 权限的密码 可对方称他不注意 偷袭了他 打斗一番后 萨姆受了点轻伤 但技术员已经被他制服 两人面对面 技术员说出了 无双的长相 他们又高又大 而且速度极快 更重要的是 他们能发出一种 可怕的声波 可以震碎人的耳膜 但萨姆不相信 还把技术员 锁进了安全屋 之后 他利用技术员 给出的密码 打开了前任守卫的 录像日志 原来 前任守卫因为孤独 直接疯了 墙上那滩血迹 正是他疯狂 撞头留下的 这时 对讲机里 再次传来了邻居的声音 萨姆怀疑 外星生物 只不过是 当权者的一个阴谋 面对环境恶化 资源枯竭 当权者于是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将大部分人类送入地下 而那些特权阶级 就可以独享地球上的资源 邻居不相信 认为他在异想天开 还让他别忘记吃药 萨姆光着上身 走在森林里 突然看到一只怪物 将对方制服后 通过脖子上的印记 确认 他就是上一任守卫 原来他疯了以后 一直流窜在这片区域 萨姆砸了整个 哨塔的设施 放了那名技术员 然后疯狂地想边界跑去 他所想要的 不过是一个真相 来到边界 他割断了防御圈电缆 终于跑了出去 可当他赶到邻居的哨塔时 却只看到对方的尸体 原来 无双真的存在 发出的声波 差点震碎他的耳膜 他达到树林里 因为他割断防御圈的电缆 导致大批无双侵入 而人类的无人机 正在四处和无双作战 当他醒悟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逃到一处安全屋 无双直接攻破了 几十厘米厚的混泥土 然后一口吃下了他 孤独使人失去信仰 也容易将一个人逼疯 所以怪物不可怕 可怕的是孤独 它会摧毁你的一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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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